艾玲說妳是第一批 妳最早妳就已經 啪 兩線 對 其實是在四月中的時候 因為我們小孩子放春假的時間 就是跟其他學校比較不一樣 那國際學校的小孩放春假 就一定會有家長 就是會組團出去玩嘛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因為疫情啊 也都會安排是屬於戶外的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一個澎湖型 殊不知就是在我們就是回到台北 早上我就發現我的手機 一直在旁邊震動 我就接了電話之後 剛好是另外一個家長 那他們家是開醫院的 那那天早上他就自己覺得說 喉嚨有一點點沙沙不舒服 所以呢他就快篩 陽性 然後他就快篩第二遍 還是陽性 可是他真的很棒 我一定要給他拍拍手 因為他馬上就打電話 給全團的人 他就說你們都不要出門 他說我自己快篩陽 所以他說我現在要去做PCR 所以你們大家都先不要出門 而且都要趕快自己驗 然後所以我們在家就很緊張 我們就說好好好 那我先生都已經要走出門上班 我說等一下不要出去 就是那位媽媽真的很棒 她救了很多很多的人 一個小小的動作 那救你們全團有多少人 兩條線 沒有其實我們全部在自己 快篩的時候都是陰耶 對 是到了他被匡列PCR 就是出來是陽的時候 我們匡列我們了 衛生局才一一地打電話說 我們要帶你去做PCR 那是隔天早上的事 要到了晚上大概11點鐘的時候 接到聯合醫院的電話 他說不好意思曲小姐 就是你們全部確診了 對 但是他說只有你兒子沒確診 對 我們說 只有我們兒子沒確診 他說對 他說但是你們全部現在就要打包行李 因為我們接下來的動作就是要接你們去檢疫所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在台北市 才不能在家裡或居家隔離 對 是強制要去檢疫所 那你兒子沒確診 他一個人在家 對 所以我就說我兒子怎麼辦 我說他是陰耶 然後他就說現在應該是他一定要跟你們去檢疫所 因為他未成年 那我說他陰不就轉陽 他說基本上就是 對 就是早晚陽就對了 晚上被接去檢疫所的時候 他當天晚上就發燒了 對 所以應該就是全家通通都確診 所以女兒的情況 女兒 因為她沒有打疫苗 所以她才11歲 那時候還沒有疫苗可以打 對 還不能打疫苗 所以那個時候我比較擔心 就是她的身體的狀況 那她其實發病的狀況就是稍微微燒 她只有燒到38.4度 沒有太over 但是她比較可怕的一個症狀是 她進檢疫所的隔天起床的時候 她眼睛是爆滿血絲 對 然後一直在流眼淚 我說你為什麼哭 然後她就說媽媽我沒有再哭 我的眼淚就一直不聽使喚的這樣子流下來 可是真的每個人反應不一樣 對 所以她可能就是一個 要轉為重症的一個前驅 可是我覺得還好 就是她馬上就是在檢疫所 我覺得好處是 因為她是護理站 進駐在那邊 所以他們就派了醫生 就是做線上的一個問診 然後她就給妹妹一個眼藥水 然後稍微點一點 但是我覺得在口服的藥 其實很多人說 他們給你什麼藥在那裡吃 我說沒有任何的藥 其實我們自己只有跟我的中醫師 就是他送了這清冠一號進來喝 那我也讓小朋友喝 所以其實我覺得症狀很快 就是在前三天通通都結束了 那你們住解疫飯店 那四個人住一間房 會不會很無聊 沒有 其實我覺得還好的是 我們分了兩間房 所以就是爸爸跟兒子 然後我跟女兒 那當然很無聊 那但是小朋友因為其實 後來就線上開學 所以他們早上的時候 就是還是線上上課 那他們在線上上課 其實最無聊的是我 所以我就每天在做瑜伽 十天我就做了十天的瑜伽 我覺得還不錯 那像有一些苦命的人 就是說他被隔離 反而他的緊張 因為不能夠做事情 俊意就是這種 屬於苦命型的對不對 我是工作狂 怎麼辦 我有好多事要做 不能放空 他不能放鬆的 沒有 我是工作狂 但是我 我也是 但是我不是只工作 我只要休息一下 我就可以繼續工作了 我是這樣子的人 就是你的 你不能讓你的生命是空白的 你隨時都要執行一個任務 執行一個任務 對 我是五月初確診 你那時候還有暗號 我已經沒有暗號 真的嗎 對 那我大概是 你們前家有暗號嗎 我有暗號 可是我不記得 我的暗號是什麼 那個暗號可以拿 以後當作密碼 真的 那一天呢 要出門工作之前 接到我朋友的電話 他說 我快塞兩條線 因為我們前一天一起吃飯 我快塞兩條線 我說 那我也來塞塞看 我沒有任何感覺 然後我一搓鼻子 兩條 然後我想說 壞了吧 然後就 就完蛋了 再塞一個不同牌子 再塞一個 而且它那個是一過去 它不是會慢慢地浮現第二條 不是 我那一過去 第二條就清清楚楚地浮出來 對 都沒有等十五分鐘 就 那應該是中了 就趕快聯絡經紀人說 我現在快塞陽性 然後後面的工作 拜託你處理 然後趕快預約PCR 然後同時想說 我這幾天要接觸誰 然後朋友打電話 打了一輪說 我快塞陽性 你們趕快快塞 這樣 但也好在 我在那個時候 就塞出來是陽性 然後 因為我在沒有任何 感覺的狀況之下 我去做了PCR 然後也陽性 然後確診之後 然後就覺得 哇塞 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我們家養貓咪 那個貓沙本來是一天親一次 後來變一天親兩次 後來是貓咪只要進廁所出來 我就進去看看有沒有大小便 然後 我去親貓沙 親到貓咪都覺得 它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事情 沒有 貓咪覺得你趕快工作吧 好煩喔 對貓咪會覺得我很煩 是不是 因為我很愛吃 然後有一天我突然 非常想要吃麻辣鍋 叫外賣啊 對 但我們不能吃重口味啊 因為我們生病 那個時候喉嚨應該不舒服 所以我就自己做麻辣鍋 麻辣鍋有親口味的嗎 自己做 就是所有的香料 全部自己 因為我家裡的香料都有 所有的香料我都有 我只要不要那麼辣就好了 不要那麼辣不要那麼鹹 你就找事情搞自己就對了 把自己就搞一天 做一鍋麻辣鍋 然後是所有的香料都 香味都是對的 但是沒有那麼麻 沒有那麼辣 沒有那麼鹹 所以君怡妳 對嘛 很多人在 對 對不對 缺點嫌 大家都在家裡做蛋糕 做菜 我不只麻辣鍋 那是牛肉麵 酸菜牛肉麵 對 然後 牛肉麵那個牛肉也是我自己 找Uber E送生鮮 生的牛肉來 然後滷 從白開水滷成一鍋牛肉 滷成一碗牛肉麵 然後旁邊那個是 皮蛋豆腐 你可以開店了耶 對 然後義大利麵 然後滷味 那個就是 下面那張就是傳說中的麻辣鍋 哇塞 你可以加入Uber E吃嗎 我們都可以點一下好不好 真的 真的 真的就每天讓自己一直忙 一直忙就是了 結果妳還開始創作 對 其實我在整個十加七的過程裡面 我完全沒有創作的欲望跟靈感 我是到十七天之後 我突然覺得說過去這十七天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我用一個多小時寫完一首八分鐘的歌 哇 這首歌叫十天 有一個MV我們來看一下 20225月3日起床後 我快曬變成兩條線 兩條線 為什麼我的快曬不是一條線 十天再七天 總共要十七天 前面十天都要關在房間 除了房間只能幫貓咪請把小便 過去的十天 過去的十天 失去自由的十天 每個關心萬和我都記在心裡面 之後每次工作我都要 曬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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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工作我就乖乖曬陰陽 曬陰陽 找我 自然 避陰陽 很棒耶 哇 今年有尾牙會不會就是變成 真的 我的一首歌八分鐘耶 他抵兩首歌的長度 很厲害 真的哇 年輕人你在迷惑嗎 聽我一句話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場平族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數官方粉絲團